哪儿 以前没丘的事多 这日子近了 才发现的事还真不少 昆船我已经定好了 就上位咱们看的那个 接下来呢 还要准备洗糖 洗烟 对了 还要抽空的 给你调几層衣服 阿伦还说呢 说咱们的那个迎亲车队 是摩托车队呢 还是轿车车队 要是摩托车队的话 他给咱们安排 这要我说呀 咱们门户对门户的 要什么车队呀 我就直接给你背过来 你就咋样 行了 你啥也不用管 这婚礼的事呢 都我安排 到时候啊 你就眉眉地做个新娘子 人到位就行 不是 小夕 是不是我安排的 有什么你不满意的 你要不满意了你就说 建冰 我是这样想的 要不结婚的事 再缓缓 对 则 剑冰你先听我说 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是开心太小了 咱们总得顾及一下 孩子的情绪吧 你说他从小到大 都以为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它没有办法接受 有这么大的变故 你原来顾虑的是这个呀 放心吧 开心的事呢 我来解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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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开心 老老老 老爷怎么来了 今天老爸带你下馆子去 好 走 好 开心 咱们找找镜子 多帅气呀 咱们家的臭小子呀 都长成小男子汉了 开心 阿姨 等你好爸爸 跟你小夏姨结婚的时候 你就穿着这身礼服 带着小父亲妹妹 去给小夏姨献花好不好 不好 这太紧了 你看 根本都伸不开 好吧 好吧 那咱们再去看看去 好 开心 你不喜欢小夏阿姨吗 以前喜欢 现在不喜欢 那为什么现在不喜欢了呢 以为妈妈你回来了 不只喜欢妈妈 开心 你想让妈妈高兴吗 想 你知道吗 只有好爸爸高兴了 妈妈才能高兴 只有小夕阿姨高兴了 好爸爸才能高兴 所以啊 妈妈希望你 能像喜欢妈妈一样 喜欢小夕阿姨 复生妹妹 小夕阿姨呢 在洗脸呢 小夕阿姨 我妈妈叫你和小夕青 一起去吃早饭 小夕青 你爸爸去买牛肉饼去了 你带着小夕青先过去 阿姨一会儿就来 不要 我要等你 行 哥哥 我们先吃个小馒头吧 我不吃 我要吃牛肉饼了 给你 哥哥 你说这是咋回事 本以为她和建斌结婚以后 就能过上好日子呢 你看这林静结婚了 又出这么大的事 行了 别着急了 小夕这孩子啊 福大命大 一定不会有事的 不能动 不动 小夕 咋样了这是 妈 没事 你别紧张 真的没事 婶儿 你就放心吧 这当时 这脚上是穿着鞋呢 没什么大碍 这就是脚踝 它落在外头呢 它烫伤比较严重 但是医生已经处理过了 叔叔啊 住院再观察两天 要是没什么感染的话 那就可以出院了 那 那 你们后天不是要结婚吗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把婚期往后延迟几天吧 推什么推 别瞎说 小夕啊 你说说你结个婚 咋就这么难呢 妈 你看你说的 这不就是烫伤了脚吗 又不是瘸了 真要想结婚的话 坐着轮椅都能结 是吧 对 小夕说的对 简秘 要不然你去上班吧 这也没啥事了 我妈都来了 对 你们去忙吧 我在这儿照顾她就行了 别耽误了正事啊 那 那我就先去了啊 我一下班就来看你 你要想吃啥的 随之给我打电话 糖糖栗子 行 不是 你得跟我一块儿回去 你得去吧 我那喜糖栗取回来呀 走走 好 好 好 那你想吃啥 我给你带着 来 走 走吧 走吧 你看你 干什么事都不小心 妈 我不是故意的 一会儿上去给阿姨道个歉啊 嗯 哎 灵灵姐 开心 小夕 我们已经把小复兴送幼儿园了 好 来 给小夕阿姨道个歉 小夕阿姨对不起 没事了 开心 阿姨知道 你是好心要帮阿姨灌开水 是不是 可是你太小了拎不动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找大人 知道吗 嗯 婶儿 我和开心在这儿照顾小夕 你先回去歇着吧 不用 我在这儿就行 就是啊 送孩子上学去吧 不行 这是开心犯的错 她必须自己承担责任 不然 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我妈已经给我去学校请过假了 就让我留在这里吧 都请完假了 那行 妈 你回去吧 帮着好树包包洗糖 那也行 那你自己多小心点 辛苦你了 是 是 小心吧 沈子 你咋来了 我是来拿点药 你咋了 我没咋 我们那儿媳妇啊 你说这都好几年了 不怀孕 我这不是给她拿点药 调理调理 你看 他俩都没结婚 那咋怀孕呢 瞧你说的 好像你没经过事似的 我问你啊 刚才我看见 有个女的拉着好开心 那是她妈吧 你咋知道 这村里都传遍了 说郝镇长的干儿子 她亲妈回来了 那要是这样 小夕跟郝健斌 他俩这婚还能结吗 你这话说的 那有啥不能结的 你就没想过 没怀疑过 那好开心 就是郝健斌的亲儿子呢 说是他的战友的 谁见过 谁能证明啊 别胡说八道了 我还真不是胡说八道 那大伙都这么说 好开心要不是郝健斌的亲儿子 咋小夕要跟郝健斌结婚前 就被郝健斌给烫了 行了 行了 就你嘴肠 肯定是她亲妈给蹿蹲的 真是 还不信呢 怎么这又出问题了 那你俩这婚还能结吗 结 照常结 来 先喝点水吧 你说我俩结个婚也真是呢 就像经历九九八十一的 他上得重不重啊 真不会影响结婚嘛 不会的 回头我去看看她 本来吧 深圳那边有人 要来洛州县投资 想来跟你们说一声 没想到又出了这样的事 你先喝点水吧 你先喝点水吧 干嘛呀这是 你坐下 坐下 丽娜 你咋回来了 我来看你 我这点小伤还惊动你了 我看把你给美的啊 受点伤觉得自己脸老大了 我还得特地飞回来看你 我最近脸是大了 我觉陆天天躺在这儿躺肿的 我现在就迫不及待的 想回去赶紧上班 你再上班 你也得听人家医生的话呀 你这回去自己能换药啊 我家都是人啊 谁都可以替我换 这个你能耐的 你别小看这点小伤 到时候弄不好 还会留疤呢 对了 就只有你这样 你还能跟见秘如期结婚吗 那有啥不能接的 我这小底板不是好好的吗 你俩赶紧结吧 我这一次次回来 参加你们的婚礼 你们俩不累 我累啊 这回啊 这回保准马刀成功 一定接 行 你还没说呢 咋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办点事 这不听说你老人家受伤了 来看看你吗 秦学哥呢 他没回来 甚至那边还忙着呢 喂 喂 刘律师 麻烦你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明天见 收拾阿姨 事前不早了 要不然你们先睡吧 好 谢谢杨总 谢谢杨总 收留我们 谢谢 杨总 那可是我们老两个 一辈子的情绪 都砸到这套房子上了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 帮帮我们 帮帮我们 来 收拾阿姨 你们先别着急 你看 我刚打电话给律师了 明天一早就处理这件事情 你们先早点休息 好吗 谢谢杨总 谢谢杨总 喂 娜娜 我刚电话没电了 听说你把那俩老夫妻 带回家了 总不能让两位老人 流落街头吧 再说了 这件事 我们公司是有责任的 你这是在怪我了 没有怪你 现在怪谁都没有用 我是说 只能靠法律程序 帮助他们 咱俩现在自己损失的钱 都没找回来 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帮别人呢 帮他们就是帮我们自己 你想想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的话 我们公司的信誉 可就全都完了 完了就完了 反正也不打算在那边待了 你 娜娜 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做人是要有底线的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我愧疚啊 我不但愧疚这件事 我还愧疚被老肖骗了一百万 可愧疚有用吗 你要做雷锋你自己做 我不是活菩萨 我绝务没你那么高 闹闹 喂 喂 哎 贱兵的吧 你干啥去啊 我这不 去贱兵去送请帖去啊 那个 我问你啊 你 你敢保证 开心不是贱兵的娃娃 我咋敢保证呢 我一直以为是他的娃 这不 是你告诉我说 这不是他的娃 现在贱兵和熊玲玲都说 这不是他的娃 咋了 又出啥事了 喂 喂 你 说你回来了 饭马上就好 我啥也不想吃 咋了 说 咋了 你说你不回来多好 回来生出这么多事端 说是报恩哪 我看你就寻仇来了 妈 你说啥呢 你不要逗我啊 我哪有心思跟你逗啊 这都火烧没马了 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哎呀 开心不是贱兵的孩子 贱兵是不会骗人的 再说了 他是退伍军人 又是党员 怎么可能跟战友的妻子胡来嘛 这纯属实污蔑绝对不可能 那咋不可能 那谁年轻时候没犯过错误啊 咋了 他好坚冰就比一般人强啊 我跟你说啊 小夕 这个事你必须要重视 万一他俩要是有事的话 就算你现在和好坚冰结婚了 那将来是会有麻烦的 我跟你说你可想好了 我啥也不用想 我相信他 吃橘子啊 你说你这个孩子 妈 你别老拦着我 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 要嫁给好坚冰 你要拦着我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不嫁人了 我就当个老姑婆 你 哎呦 腿疼 你 你还学会威胁你妈呀 我威胁你咋了 你要老说的话 我就不嫁人了 我就赖在家里 我这腿伤了 我这要不高兴了 你都得养我一辈子 照顾我一辈子 所以你得赶紧把我嫁出去 把我这个雷坠啊 甩给好坚冰 让他照顾我 行 你回家别结婚了 我照顾你 我管你一辈子 真的 我觉得你让我待着 我哥能同意 我嫂子能同意 咱家我说了算 我说啥就试啥 那么不同意 你就过在家待着 不许嫁人 来 妈妈 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开心 妈妈要回四川老家 你乖乖听好爸的话 别给小熙阿姨添麻烦 妈妈 你为啥要走 你好爸和小虾阿姨 要结婚了 妈妈在这儿不方便 妈妈 你别走 我去求小虾阿姨 开心 开心 你咋一个人在这儿啊 快过来 咋了呀这是 小虾阿姨 我求求你了 别跟我妈妈走 发生啥事了 小虾阿姨 你别跟我爸爸结婚 我们结婚了 我妈妈就得走 小虾 别听孩子胡说 你踏踏实实接你的婚 小虾阿姨 来 我不走 林玲姐 我不走 林玲姐 小虾 你干啥去啊 你看见熊玲玲姐和开心了没有 我没看见啊 她们来了 建平 赶紧找着开心跟她说 咱俩的婚事暂缓 咋又暂缓了呀 赶紧找着孩子再说呀 行行行 我先扶你回去吧 有啥日咱们回去说啊 你的腿脚不方便的 就别乱跑了 不是 你不知道 甘心刚才跑过来找我 来 走走走 妈妈 我不想去四川 四川是咱老家 我不想去 我不想离开爸爸和爷爷 你好爸 要和小虾阿姨结婚 咱留这儿不方便 可妈妈回老家 回咱自己家 这就是我的家 我爸爸家 他就是我自己的家 他不是你爸爸 你骗人 他就是我爸爸 开心 好剑鞭真不是你爸爸 你胡说 他就是我爸爸 你爸爸早就死了 他现在就埋在 咱老家的后山上 这次我带你回去 就是去给他上坟 骗人 我爷爷说过了 我是爸爸的亲儿子 不是别人的儿子 你不是我妈妈 我不可以走 我爸爸他没死 我爸爸是郝健兵 开心 妈妈没骗你 开心 开心 建兵 我还是放心不下 要不你回家看看开心吧 我不去 我说过了 不会让任何人 任何事影响咱们结婚的 开心闹情绪由他闹 等结完婚了 我再慢慢地安复他 能行吗 喂 天明哥 开心今天胡闹 一转眼功夫咱就不见了 不是 你别着急 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啊 行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开心跑丢了 我再去一趟 你去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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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灵 开心 为什么跑的呀 都怪我 我跟他说 建兵哥不是他爸爸的事了 这孩子这不是说好的 不告诉他的吗 是不是你又带他出去回老家了 建兵哥要跟小夕结婚 我不想留下来给你们添麻烦 不是 你胡说啥呢 这开心要是跑丢了 我跟小夕还咋结婚啊 我们哪有心情结婚啊 建兵 不是 开心 你咋来了 你这伤害还没好呢 行了 这都啥时候了 赶紧找孩子吧 对对对 赶紧 赶紧找吧 快 走 开心 你说你先 别管我了 你先跑去 开心 让你慢点啊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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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吧 连开心最要好的同学家里 都找了 也没有找到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昨天晚上也不知道在哪儿过的夜 吃没吃晚饭 真是把人都急死了 都怨你 叔 你别这么说 现在最难受的就是玲玲姐了 人家警察也说了帮我们一块儿找 肯定能找着的 你别着急 我告诉你 开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我 爸 叔没事吧 爸 你有高血压 你不能这么熬着 赶紧回去休息 小心 你的伤害没好利索呢 也先回医院吧 不用 让叔先回去休息吧 我跟你一块儿找 不是 不是 小夕 我爸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你陪他回去啊 回去等消息 我们去找 不用了 没事 我现在好多了 你都这样了还没事啊 爸 这都啥时候了 咱能不能别再逞强添乱了 是啊 叔 你们先回去吧 要是把你再累出个好歹 我真是 我跟健兵哥去找就行 那更不行 要回也是咱俩回 他跟他去找 你跟他呀 你俩出声入队的 都算怎么回事啊这是 爸 这都啥时候了 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着急 着急 着急 你就知道着急 除了着急你还会干啥 孩子从小到大 喜欢去哪儿玩 暑假寒假都在哪儿过的 你知道吗 你啥也不知道 叔 小夕 小夕 叔说得没错 健兵哥 我陪叔先回去 开心就拜托你们了 你放心 我们一定找找 慢点 慢点吧 咱们也走吧 不是 小夕 你的伤 没事 别磨叽了 我想着可能去学校了 平时啊 她就是生病了 都不愿意逛课 咱们去学校看看 走 您是王小夕家属吗 我是 她人呢 她不在医院吗 只是没看到她呀 今天再换一次药 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 谢谢啊 叔 你赶紧把药吃了吧 我不吃 要是找不到开心 你就告诉贤兵 让他直接收拾好了 好 对 可不可以 赶紧把刀上解来 你赶紧把钱拿到 身上就得比赛 是 我 你וח你 太添乱了 快 来 快喝点水 快喝点水 快 快 我这是这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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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咱们还是玩啊 这就是玩呢 咱们在那儿开心的玩呢 怎么不让我们呢 没事吧 小秦 没事吧 你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男孩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快去 你快去 你慢点啊 我在后面呢 没事 艾靳兵 你把照片还拿上啊 好嘞 腰子两身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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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见过这孩子吗 没见过 你好 你见过这孩子吗 没见过 没有 好开心 艾靳 我们分开找吧 好 我去这边 我去这儿 师傅 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谢谢啊 您说那个好建兵 既养那儿子跑了 您说那个好建兵 这小夕啊也真是够倒霉的 这马上就要结婚了 又出这事 这人哪 真是不能跟命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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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看 要什么 替别人养 要我说 那孩子说不定就是 好建兵自己亲生的 不能吧 咋不能啊 他傻呀替别人养 那是小猫小狗啊 不管咋说 他们俩这婚的 算是结不成了 好 娜娜 这是我给你炖的汤 清雪呢 来电话特意嘱咐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 谢谢阿姨 她说她把深圳那边的事 处理完了就回来 你说你们俩这些年啊 竟在外边瞎忙活 也没忙活出点正事 这回好了 清雪回来以后呢 你俩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来 赶快把汤喝了吧 别凉了 好 阿姨 阿姨 这汤怎么一股怪味啊 真喝出来了 我这里边啊 给你放了点进补的药 给你好好补补身子 你说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 这家里要是没个娃啊 那还是家嘛 清雪她是个男的 不怕 可女人要是岁数再大了 还不生孩子 那对身体也不好 你自己也上上心 我俩还没结婚呢 看你说的 那现在跟你钱可不一样了 那有好多人呢 都大着肚子 在结婚 那叫啥呀 那叫凤子成婚双喜临门 您的意思是 我要是不大着肚子 还进不了您家门了 瞧你说的 那清雪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他是个死心眼儿 你说非得等小夕结了婚以后 你们再结婚 那不就把你给耽误了 我这是为你好 你要是肚子里边有了娃 那清雪她再说啥 我都能给你做主 我要风风光光地 把你给娶尽养养养 那我还得谢谢您了 咱都一家人嘛 这话呀 等清雪回来了你跟她说吧 我去看看郭 我去看看郭 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咋 还没找着 我也出去找找吧 不是 小心点 小心点 快快快 快坐下 坐下 哎呀 你就消停点 好好养好身体 你要是再有点啥事 这家不就乱套了吗 都远这个胸林里 你说她不回来 我们家啥事没有啊 开心妈也是好意 不想让孩子 给小夕和建兵添麻烦吗 她不想添麻烦 就别把孩子送过来啊 我这当亲孙子养的 使一把尿一把 都养大了 到了还让她给弄丢了 爷爷 你别着急了 妈妈一定会把 开心哥哥找回来的 女儿 我们家小夫妻 真是个好孩子啊 也不知道小夕的伤 咋样啊 来 嫂子 你咋不吃啊 赶紧吃啊 建兵哥 你吃吧 我吃不下啊 吃不下也难吃 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孩子 姐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哥和二愣哥 都去帮着找了 警察也在找 肯定能找着的 赶紧先吃吧 小夕 你的腿怎么样了 没事 赶紧吃饭吧 吃完了去找孩子 我看看 真没事 电话响了 喂 谁啊 是不是开心有消息了 是你二愣 好 你说你都病成那样了 你就老实地坐会儿 你这样走来走去的 你自己遭罪 别人看着也心慌了 我着急呀 急有啥用的嘛 你再急出病来 这不是给孩子添麻烦吗 那 那大东刚才干啥来了 小复兴呢 我让大东 把小复兴带回村里了 你家现在都兵荒马乱的 我还得顾着你 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呀 书连 说心里话 真得谢谢你 你要不在这儿 我这心里还不知道 慌张啥样 有你在 我这心里好多了 那你就听我的 你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坐着 我去给你弄口吃的 别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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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子碎了 没事 睡睡平安 睡睡平安 你快坐下 坐下 坐下 别紧张 别紧张 这开心要是有个啥事 我也就没啥活头了 我走 我接 我接 喂 好好好 那娃咋样呢 好好好 那挂吧 开心找到了 开心找着了 你 在哪儿找到的 好 健兵以前不是当过护林员吗 这孩子跑到那个山上去了 今天人家护林员 寻山的时候 刚好遇到 就给二楞烧了信 说爸现在有点发烧 不过小夕他们已经去接了 您就别担心了 你说这个臭小子 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好 好 小心 好 慢点啊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快送孩子去 我真的没事 你这腿咋又流血了呢 是不是伤口又复发了呀 我都说了没事 开心怎么样了 那咋行呢 走 还没事 人家医生都说了 这个腿不能反复感染 我看你是不想要这么疼 医生呢 都是吓唬人的 没那么严重 就是有点疼 妈 帮我看一眼 开心咋样了呗 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 还惦记别人呢 你看看现在 除了你妈我 还有谁惦记你啊 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我自己去了 说了你这个孩子现在 我去 妈 你看来了告诉我一声 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好 我回来向你汇报 这就对了 妈 乡政府干不不容易 要多多地关心我们 爸 还没醒啊 没有 浅宾哥 兄林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只能说了没大事 你这两天没合眼了 赶紧回去休息 等孩子醒了我就叫你 你跟小夕不是两天 也没合眼吗 爸 这孩子都平安回来了 你就别怪兄林了 不怪他 开心能受这么大的罪 爷爷 你别怪妈妈 开心 开心啊 你可吓死爷爷的心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别怪妈妈 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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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饿不饿 想吃什么爷爷给你买去 爸 这开心醒了 你们先好好陪着他 我去那边看看去 爸爸 你别走 开心啊 你好爸去看小夕阿姨呢 一会儿就回来了 不 开心你别闹 听话 小夕阿姨为了找你 都受伤了 好 爷爷你说过的 我是爸爸的亲儿子 你说妈妈是在骗我 对不对 我就是爸爸的亲儿子 你们俩结婚了 是不想要我和妈妈了 开心 开心啊 这事儿 开心我没骗你 我了 你别说了 这不孩子病着呢吗 开心啊 先把病养好 养好了病再说 好不好 你放心 我跟好爸爸 绝对不会不要你的 对 你们也别跟妈妈走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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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健碧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有几句话说 我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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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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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晴影 你 Chr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